眼睛 看起來很好玩耶 我們可以在那裡嗎 超好玩的 親子同樂也是悶學問 如何建立起舒適的玩樂氛圍 親子皆需學習 扮演孩子的母親 以孩子視角出發 更能了解相處之道 這是百思代關懷協會 與順心社區發展協會合作 邀請兒少諮商師趙志恆開課 讓學員自我省私親子關係 主要就是想要多了解 如何照顧孩子 然後因為現在的時代 就是三西成癮真的很嚴重 然後再加上陪伴孩子 每一個階段都有每個階段的方式 所以想要了解的是更多元 然後也更精進的照顧孩子 然後也去了解孩子內心真正的想法 我覺得最主要會想修這一門課程 其一的原因是自己是以教育為主修的專長 然後是未來的輔導專門的老師 所以我覺得在這段期間 在學習的過程中我覺得我們可能太重視很多理論的部分 然後也需要很多實務的經驗 像是今天這樣子的場合 我們其實可以去了解 怎麼去跟家長互動 那家長在照顧孩子之間可能遇到怎樣的困難 以及自己未來在陪伴或者是教育孩子的時候 可能會要怎麼樣的應對跟處理 對 然後加上自己之前在社區 也擔任過一年左右時間的兒少陪伴志工 那在這個過程之中其實會發現不同年齡層的孩子 他的需求都不太一樣 那藉由今天的課程來了解怎麼樣去陪伴孩子 從玩樂中怎麼樣陪伴孩子從生活中來增進彼此之間的信任跟關係這樣子 最主要是因為家庭其實孩子在出生之後面臨的第一個團體 也是他生活時間最長時間所待的地方 所以其實親子教育親子之間的關係 甚至會比學校的一些教育啊 或者是老師的一些話來得更有他的影響力 孩子想玩的時候 我們成人可以怎麼樣支持孩子玩 對 因為父母親其實角色有很多重 父母親有他需要教導孩子 可是在陪孩子玩的時候 他可能要跟孩子是站在同一個點 對 可是就是要把那個父母親的那個帽子拿掉 所以呢 今天就是讓成員有這個機會 有角色扮演的機會 然後他們也去能夠回顧 他們小的時候玩了什麼遊戲 然後可以進而幫助增進跟孩子之間的同理 他能夠比較理解他的孩子 然後當孩子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可以去回想 我在小的時候玩的時候也遇到這些困難 所以他可能因為他有這一層的回想 他就會比較少情緒上面的責罵 還有甚至就是比較不好的這些影響 對 所以我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帶今天的成員 其實現在台灣我看到成員有很多的狀況 就是3C成癮的問題 對 那其實如果孩子出去外面跟真實的人玩 他中間的互動可能就會有一些 當然會很開心 很快樂 可是不可避免的也會有一些很緊張衝突 需要化解的部分 有些孩子喜歡玩手機 可能就是因為他跟手機玩他比較安全 他不會需要去化解這種人際之間的衝突 對 那為什麼要父母帶著孩子玩 因為父母可以給孩子一個示範 在玩的時候 孩子要怎麼樣增加自己的同理心 首先他要有被同理的經驗 他如果被同理 他被父母同理了之後 他出去外面就可以比較同理他的同學 家長真的很辛苦 是孩子年紀還那麼小 他們還沒有學會怎麼樣去處理事情 所以真的是比較需要家長來帶 對 這也是為什麼家長需要 也可以來參加這樣的課程 孩子本身是很愛玩的 所以像今天家長有說就是吃飯的時候 就會拿手機出來 其實孩子這些東西都是學習來的 家長本身如果花很長的時間在看手機 不跟孩子互動 孩子就會自然而然覺得看手機是很正常的 如果家長都願意把手機放下 就是很珍視孩子的那個玩的品質 孩子也會學到 我很重要 我的方式玩 爸爸或媽媽很珍惜 他就在那樣的過程裡面 他學到了 自己也會對自己很有自信 面對孩子的成長階段 父母也需要不停學習 例如在玩樂上也有許多技巧 能夠幫助雙方化解衝突與緊張 彼此都能得到陪伴與心靈上的充電 其實在文山區 我們前兩個禮拜是有在 木柵老街那邊 也是用小團體的方式 是服務青少年 那用的一些課程是比較活潑的 比如說有一些是教他們繪圖創意 有些是讓他們帶動運動 教他們打桌球 甚至帶他們去參訪一些的社區廣播電台 因為我們想說還是希望孩子有一些上網安全的概念 同時也知道怎麼樣去善用科技和媒體 那這是白賽跟政大 我們在合作的這一塊 那當然在這兩週 我們在順心社區發展協會 主要又要針對的是這邊文山區的一些家長 因為我們除了對於孩子怎麼樣能夠善用科技 遠離這當中不必要的風險 特別在暑假之外 我們也希望說家長在面對元宇宙的青少兒的成長 能夠了解到底新的媒體的發展 有哪一些的機會跟風險 那同時也在親子的數位教養上面 能夠有一些參考的經驗跟案例 讓他們來互相的交流分享 我覺得現在我們台灣啊 很多的我們所謂社會的一些問題 都是由家庭出來的 那家庭我認為家長佔家庭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所以白師在辦這個活動我非常支持 我覺得非常的好 因為為什麼他們可以看到現在這個 整個社會的一個問題點在家庭的家長 那如果給家庭的家長適當的一些 讓他們了解很多的事情的話 我覺得對我們整個社會是有幫助的 白師在這個課程也是我們這個系列活動裡面 一個活動 一個活動 那類似白師在我們跟好幾個合作過 我們也跟萬海也合作過 跟信義房屋也合作過 我們社區本身社會局方面 也常常經常有一些這種親子的 家長的一些活動 那我們社區最主要的還是以社會和諧 為我們社區一個主軸 所以我們各種的活動都辦 我們大大小活動都辦 多給孩子一點擁抱 然後跟配伴 每天撥一點時間 不要忘了也多給 自己一點擁抱 對 好 我們大家一起好嗎 課程結尾透過自我發聲勉勵 撫慰自己也為生活注入滿滿能量 白師代在暑期開設家長成長團體課程 為其四周帶領家長 透過拿捏數位科技娛樂與學習界線 以及網路安全風險等議題 造就快樂的孩子與親子藝術 記者溫英俊 台北報導 警察 判載一些國性診砲 反映 eggshell était Tunnel 昨天 警察已經 организ了 警察 他們有兩個抵 denk 從我算 cards 搞得出